這個名字很迷音 那根本大他也是大三的球員 來自白歐大學 底線騎馬射箭的單手拋頭 其實兩隊的命中率 現在都還有提升的空間 小澤又切入了 分球給到隊友這裡 拉桿 兩分拿到 還是有他的用意跟考量 對 我媽那個打法應該不容易受傷吧 但是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他的身體狀況 因為 哇 靠自己的個人運球 找到的機會 葉耿剛希現在要 就是一個非常矮小的球員 173公分 幾乎就在我們 對於籃球員的 日本他們的小後衛 運球都很穩 節奏也都有自己 幾乎都是面框 然後需要靠他們的速度 或是打快速反擊 他們幾乎沒有 在這場比賽 有任何的一個低位 哇 再來 葉耿剛希 真的就是利用反擊 葉耿剛希是今天 日本的得分王 他得了八分了 真的很快 日本小跑車 再繞出來 這個三分球命中 岳剛欣 拉開一點空間 進入時間 比賽時間差五秒 又靠他的速度過人了 Jasmine出手 所以現在對日本隊來講 他們必須鞏固這樣的防守籃板 才可以提升他們的一個特色 就是在他們的一個推進速度 56比43 Hamee 這邊立刻打得很快 懷疑顏色 你把他拆開來每個拳 我認為他們NBA大概都打不進去 可是他整個團隊打起來就非常可怕 這暫停回來之後 你必須要守得住籃板保護 地板球給進去了 又來了 有喔 日本隊回到比賽 現在只差9分 來看日本這一波 金剛欣的傳球 地板球 給到在油漆區附近埋伏的加藤路 岳剛欣先緩下來 給到小哲再一個 小哲飛憂 三節幾乎跟有魂一樣 一路在落後 這個切入挑籃沒有 籃底下 射球進算 這個挑籃放槍之後變助攻 加藤路 機會是出來 但是球脫手而出 結果是場上最 個子最嬌巧 173公分的越剛 去撿到進攻籃板 而且第一時間 這球還真的被他給打進去 對他身材真的也是比較瘦一點 又瘦又迷你 不過他的過人速度真的快 日本真的很善於出場這種 身高不到175 然後過人很快